玉岩书院 位于广州市黄浦区乡角公园内的罗峰山 又名罗峰市 始建于南宋 已经有800多年的历史 为广州历史上12间著名的书院之一 是广州现存最早的古书院 玉岩书院占地有3000平方米 自南宋至清数百年来 文人末刻官僚名流 慕名而来 者数不胜数 为书院与寺庙留下了许多石刻和末宝 其中著名的是有朱熹 闻天祥的诗词 还有瑞德连句 镇板桥的字画和踏本 甚至有唐 草寒玉的烟飞渔月 匾额等珍贵的历史文物 玉岩书院是宋代岭南主流学派 菊坡学派的发祥地之一 对整个岭南文化 广府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是世代夫 香贤秉持 诗书传家的优良传统 维罗港中世历代 历代传承学之地 2008年11月 玉岩书院包括罗峰寺等 由广东省人民政府公布为 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 现在就随着镜头 让我们走进这座百年股市 感受这个股市里面的清幽敬仰 玉岩书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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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